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至高的手摇发电模组 这个手摇发电模组是我们学校机械科赖虹周老师 帮助至高公司所设计的 来看一下 只要手去转动这个齿轮 齿轮带动发电机 就可以将这个发的电储存在里面的电池 非常的方便 它是多用途的可以当做灯 那如果接上马达呢 接上至高的马达 它可以正转 也可以反转 非常的方便 正转 反转 也可以当做灯 那你只要呢 经过手摇呢 就可以带动这个发电 那我们也顺便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齿轮系 这是上次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是大船小 所以是帧数 那一共用了三组 那这一组呢 的帧数有六倍 第二组的帧数也是六倍 那最后这一组的帧数是五倍 总共呢这个帧数的倍率呢 是到一百八十倍 所以它的效果很好 只要我这边转一圈 再发电机这个齿轮 它就转一百八十圈 那既然有电力 电力供应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东西 最常做的呢 就是这个车子 把它装上去 接上轮子 那这个是光碟片 利用至高新的这个皮带轮 这个也是 让做老师 帮助至高公司啊 协助改善的 就可以啊 把这个废气光碟好像很多嘛 就可以拿来运用 一样 我们先 帮它发电一下 好 打开呢 这个开关 它就可以 当做车子 跑很快哦 这个是跑很快 因为它轮径非常大 所以跑得很快 那一样的 车子的造型 这个是极简版的 非常简单 很像赛车 一样 我们也是帮它发电一下 然后 它就可以当做是车子的能源 那个电力来源使用 好 以上呢 是为大家所介绍的 这个至高的手摇发电系列